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8月25号礼拜四的第一节 我们先去跟进一下两岸的最新局势 有两个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消息 在昨天大陆的微博上边 风传着一段短片 这段短片大概只有10秒钟 据说是由大陆无人机所拍摄的 拍摄地点是国军位于金门的一个光哨 后来这架无人机是遭到了两名国军官兵摘石头距离 第二个消息 国民党宣称他们的副主席夏立言 在跟大陆海协会会长张志军参聚的时候 当面这样向张志军传达了 台湾民众对于大陆军方 在台湾周边海域连日军演的不满和忧虑 但显然是没有被大陆方面所接纳的 因为在昨天 福建的葡田海事局宣布了 将会在26号和27号 在福清市和葡田市附近的海域 进行实弹演练 距离台湾的伸足只有140公里 在讲下去之前首先要呼吁各位既有记登 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一下大陆无人机 在金门拍摄的情况是怎样 在昨天 微博上面就封传着一张照片 和一条短片 先讲那张照片 照片就显示 两位戴着头盔 和穿着迷彩军服的国军 正在金门的一个江哨那树站江 并且是一脸疑惑地向上望 那张照片就是由无人机的视角 往下地拍摄 至于那条10秒钟的短片就更加精彩了 画面的左侧就显示 有两名国军从地上边检拾石头 然后往上对着无人机的方向投窄 进行反击 试图要距离无人机 而在短片的最后两秒钟 一名持枪的国军 从江哨里面走出 试图对准无人机 后来这条片就中断拍摄了 很明显那架无人机就怕被击落 于是乎就是速速逃跑 好了 这件事在台湾和大陆的网络上 都是引起了业意的了 台湾方面 有不少人都认为 为什么不将这架无人机击落呢 甚至乎有些人就宣言宣语 我怀疑有部分就是 那些国民党的深蓝粉丝 因为事实上来说 我又不觉得 为什么要将这架无人机击落呢 一来 这架所谓的无人机 听起来就很架势堂了 我开始都以为 是好像美军那些无人机那么大 谁知不是 根据国军方面的消息所说 这架是民用的无人机来的 换言之 其实它只是跟航拍机没有分别的物体来的 对于台湾的安全来说 可以说是构成不了丝毫的威胁 老实说 大陆方面 那么多卫星 你以为它掌握不了 台湾的外岛 江哨的位置在哪里 什么都看完了 所以我又不觉得 台湾方面 没有将这架用在军事用途上面的 民用无人机成功击落 是有什么重大问题的 而事实上 有两名国军 也都是有采用到 比较原始的方式 就是摘石仔 来到去尝试距离 事实上也是距离了 对不对 那么距离也是一种办法 你没有说一定要将它击落 第二就是 一旦将它击落了的时候 恐怕就会陷入一个擦枪走火的困境 而国军方面 一直都是尝试採取最大程度上的克制 尽量不要墮入对方的圈套 那么大陆喜欢去拍照 拍短片 播给大陆那些小粉红看 做大内宣 那么就有它拍了 之前都不是没拍过的了 在澎湖上空也拍过 在台东外海也拍过 有个烟通 那么现在它又去金门那里拍 虽然这个就比较近距离一些 那么它拍 那么就怎么样 我们又可以看看大陆方面的网民 如何回应 其实不少的大陆网民 都是嘲讽 派出这些民用无人机 是不够气派的 没有什么看头 非常失望 老实说 其实YouTube上边有些影片 都是一些航拍的片段 香港人拍的 很明显是的 比如说有些人走去楼浮山那里 摆一架航拍机上去 飞过后海湾 沿着这个深圳湾大桥 就拍过去对面那个 深圳湾口岸 或者有些人呢 在东平州那里玩这个航拍机 就飞过去这个大鹏湾 一样有啦 是不是先啊 有的 比如说有些人要测试那个距离 测试那个讯号 测试这个那样 大家网上边搜这些片 有得看的 其实很狠的东西而已 因为这些是民用的 是科技来的嘛 只不过他用了在军事的用途 用了在认知作战的用途 那我们看看国军方面怎样说了 台湾的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 是证实了 猎鱼手臂大队 大胆手臂队 曾经在8月16号的下午6点多钟 发现一架民用的无人机 经卫哨依标准作业程序通报 和警示之后 该架无人机迅速飞离了 即是说逗留的时间可能是不足半分钟的 拍一张照片 赤一声 再拍下10秒钟的影片 速速逃离现场了 防卫指挥部在夜晚再度说明 二胆岛在8月16号的下午 发现有无人机侵扰 期间直近的官兵都有高度警告 并且采取辨识、应处、通报等的程序 来处置 周边休息的官兵自发性 以石头刁窄、扰乱 该架无人机随即飞离了 金门防卫指挥部进一步指出 中共的无人机侵扰 除了说要测试台湾方面的应变作为之外 同时是借由展辑片段 制造错假讯息 散布在网络社群 再结合网军行动 企图达到分化、诋毁国军的目的 是认知作战的一部分 金门防卫指挥部强调 面对大陆无人机的不断侵扰 防驱是有运用到各项联合情监征的手段 可以全面掌握 并且将会依照敌情威胁的程度 以及突发的状况处置规定 适切地调整应处手段和强度 所以我都认为 其实这件事就没什么大不了的 反而如果那个国军 是扔石头扔中了这架无人机 成功将它击落的话 就更糟糕了 为什么呢? 就是说大陆那些高科技 是输了给原始年代的那些 兵器 这些是冷兵器来的 扔石啊大哥 幸好它走得快 如果不是真的 很肉酸啊 被人拆解啊 是不是? 看完你到底拍了些什么啊 那这件事我就觉得得一口少了 不认为是对台湾的安全 构成了什么威胁的 因为老实说在厦门那里飞架无人机过去 它天天飞都可以啦 是不是? 很近的而已 那怎么办呢? 飞过去影影影影影一大轮之后 就自嗨咯 好了,我们接着看看另一单的消息了 在日前 美国印第安纳州州长侯康安 是率团访问了台湾 大陆外交部 在8月22日 礼拜一晚 是表达了严证抗议 并且是向美方提出了严证交涉 大陆外交部强调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 最敏感 最核心的问题 他们反对 印第安纳州州长揣台 当然大陆就可以将所有访台的行为 定性为揣访 这就是大陆单方面的一个政治表态 但实际上来说 除了做这些外交的交涉之外 它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 其实就做不到什么 根本上 佩洛西的访台 或者大陆方面所指称的揣台 所谓第三把交椅 因为他是总统顺位的第三人 继任顺位 大陆方面就做了很大规模的回应 外交上边 个人层面上 就制裁他 军事上边 还台湾导演察 经贸上边 限制若干的台湾产品进口 国家层面上边 对美国有若干的交流中断 但是这些措施 你是针对佩洛西来做的 现在印第安纳州州长 他的层级很明显是不及佩洛西 大陆就不能够拿制裁佩洛西 或者对付佩洛西的手段 来用在印第安纳州州长的身上 否则的话 大陆就真的搬石头 砍自己的脚 如果你对付一个州长 对付一个地方官员 你都用上这么强烈 这么严厉的手段的时候 接下来有很多国会议员 或者是外国的政要 排着队来访台 难道凡是有外国政要 外国的国会议员 外国的地方官员访台 你都用上这么严厉的手段 制裁这个制裁那个 那迟早大陆在外交层面上 变成独家村的 所以我就是说 佩洛西访台 他个人来说当然是承受了这个责任 但是就为其他国家的政要 国会议员打开了访台的大门 大陆很难来到 他对那些人 用同等的措施 万一 你对付一个小小的国会议员 或者是一个州长 都已经要喊打喊杀了 又军演 又这样那样的时候 第二日 美国方面派出一个比佩洛西更高层级的官员 访台 那怎么办呢 起不时要开战 大陆做些什么选项 所以大陆他为了保留住一个回船的空间 他很难再对于其他那些人 就是位阶比较低的官员 去针对他这些什么 根本上都无计可思 其实是 很简单 现在还有三个 美国的现任的官员 还没访台 总统 副总统 国务卿 虽然我就相信 拜登是不会在他任期里面访台 贺锦丽 或者布林肯也都不会 但是你难保下一任的美国总统 他会不会这样做的 所以大陆怎么都要留有一手 因为他用了什么渣渣呢 就是要保留一些 开战以外的回应选项 所以为什么 在今个礼拜 日本自民党的 众议员访台的时候 其实大陆的回应都是 好像很条件反射式的 他们说什么呢 日本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就说 日本某些政客和议员 跟风喘访中国台湾地区 和谋取政治私利 我们对此是坚决反对的 都是说这些东西 就是在言论上 对他口诛不伐 但是实际上 你有没有说要抵制日货 或者是再做一些 更多的行为呢 那就没有了 就是骂一下他 谴责一下他 摒一下他 就是这么多了 我们来看看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 访问大陆的情况是怎样的 夏立言在今个月10日 就率团访问大陆 20日解除隔离 这些人真是酸到不得了 要隔离10天他都照去 那就是大家可以预计到的了 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呢 国民党肯定输入扑街的 你在现在这个时刻去访问大陆 劍拔老张的 你去访问什么呢 当然会被人说你去投降的了 所以就算在国民党内部 有些将会是参加选举 或者是竞逐连任的人 都纷纷和国民党中央割席的 你搞这么多东西 你不用选的 是不是 他们要选的那一班就惨了 在地方那里怎么面对民众呢 好了 夏立言就说 既然是要反映台湾民意 就必须要直言不毁 第一要务 就是要传达台湾民众 对于大陆军方 在台湾周边海域连日军演的不满和忧虑 再加上接种而来的农产品检验检疫问题 暂停输入药杆的产品 ECFA早收清单 可能遭到取消的传言等等 更加是会影响广大的农民 渔民 和中小企业的生计 他就说这些东西 很不满啊 这样 你就当着大陆海协会会长张志军 来表达台湾人的民意 说到他好像很威衰 我够胆在大陆的官员面前 这个叫做非官方组织 海协会会长 但实际上他也是共产党员 他其实也是有官职的 只不过他见你的时候 不是用官衔来见而已 难道真的有民间组织吗 好了 到底他成不成功呢 被人兜巴打面 这个夏立言是 回力标 在24号 大陆的福建葡田海事局就宣布 8月26号上午6点到晚间9点 8月27号上午6点到晚间9点 将会在福清市和葡田市的附近海域 进行实弹演练 禁止一切船舶进入 这个被封锁的范围 距离台湾的新竹 只有140公里 当你臭死 你喜欢表达就表达 大陆的国台办怎么说呢 现在大陆所采取的行动 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压制打击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的正义之举 那你走去是不是就是 这叫做业面 就贴着个冷屁股 无需拿来干涉的 那整个选情就是被这些人撞送了 实际很多国民党的基层党员 或者要参选的人 那些所谓的少壮派都是不满的 但是没有的 党中央是这样 那这些就没办法了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